歡迎鎖定快樂向前行 今天台幅表現的部分的話 還算是相當相當的精彩 縱使行情還是一個亮縮的情況之下 但是你還記得嗎 永凌兄是不是提醒給大家 無量上青天 而且話說回來 這段時間裡頭他認為說 這行情會漲就是一個漲字 已經漲了連漲了三天 雖然漲幅並非震得很大 可是這個走勢已經相當相當犀利 包含到今天早上 早上的部分我們在連線的同時 九輪中開盤的話 當時還在平盤甚至以下出現震盪 在永凌兄部分要提醒給大家 這個時間點依然還是 維持一個相對漲勢 無量上青天 為您邀請到的是永凌兄 永凌兄你好 你好 各位同事朋友大家好 是 永凌兄 這節目一開始的話 先給你按個讚 謝謝 太犀利了 早上我們直接在連線的同時的話 也受惠於我們所有的好朋友了 聽到的話都不錯 那時候多登前進的話 至少最後收盤上漲了32.9041點 量只有620億元 接下來注意的重點 OK 好 那麼我們在之前 就一直在跟大家強調一個重點 就是沒有量就容易收紅 有量的話容易下跌 從川普當選的那一天開始 一直到今天為止 大家看到沒有 我們當時跟大家講的量價關係 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應驗的 那麼上個禮拜四 我們在節目裡面跟大家報告說 禮拜四一定要收紅 我們在禮拜三的節目裡面 告訴大家的 禮拜四一定要收紅 因為禮拜四如果收紅的話 這個大盤有機會連紅五天 結果今天第三天了 金濤駭浪之中 應該是 因為真的是金濤駭浪 因為這個大盤 大家看到國際股市 一天黑一天紅 然後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美國股市其實走勢並不怎麼樣 可是今天我們台灣股市 還能夠開低走高 繼續的收紅 那麼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麼今天為什麼 我們台灣股市能夠收紅呢 那當然 這個我們不可諱言的 金融股的強勢 是最主要原因之一 那至於說金融股 為什麼能夠強勢呢 那當然現在大家都講了 因為美國要升息 因為美國要升息 所以我們台灣呢 台灣這個跟著升息的機會 會非常的高 那麼既然會升息的話 對誰最有利呢 對壽賢股最有利 那對於這個金融股呢 最有利 那所以呢 金融股今天的走勢就強了 那麼除了金融股的走勢強之外 大家也沒發現 今天呢 這個傳統產業的股呢 繼續的走強 講到這裡 大家就有沒有發現 其實在過去的四五年之中 我們不要講說金融股 連傳統產業股都一樣 大家呢 很少動 很少說什麼 這個塑膠股動完了 漲完了漲這個電子股 漲這個鋼鐵股 鋼鐵股漲完了漲航運股 航運股漲完了漲營建股 營建股漲完 一模二模又來一次 再重頭再來一次 塑膠股又再來上來 鋼鐵股又再來上來 在過去的四五年裡面 你什麼時候看過呢 傳統產業股在動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金融股在動的 你什麼時候看過金融股跟傳統產業股一起動的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其實呢 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跟國際之間的這個政治的情況呢 其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怎麼說異曲同工之妙呢 我們在之前在節目裡面講過了 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是呢 現在呢 我們的這個世界呢 從民主政治轉變到了民粹政治 這個時代呢 已經改變了 既然時代改變了 那當然呢 這個股票呢 也會改變 股市也會跟著改變 大家不要看啊 政治跟股市有什麼關係 我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這個股票的分析的話 第一個大家都講就基本分析 第二個才是看技術分析 那為什麼大家會比較喜歡看技術分析呢 因為技術分析呢 就好像那個特效藥一樣有沒有 注下 你感冒的時候 打針的話 一針就好 對不對 一針就見效 因為呢 技術面比較容易 而且呢 比較 聽起來比較炫一點 所以大家喜歡去研究技術分析 可是真正的要研究股票呢 是應該要從基本分析著手 可是基本分析呢 很無聊 很枯燥 所以很少人去 喜歡去研究基本分析 可是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每一個人在研究 基本分析的時候 幾乎都是從哪裡著手 金融面啊 這個經濟面啊 大部分都看 GDP成長多少啦 這個CPI又跌了多少啦 什麼的 都看這一些 通膨啊 或通縮啊 都是看這一些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基本面 第一個要分析的是政治面 大家沒有聽過 沒有人告訴你過 對不對 今天我告訴你 真正的基本分析 第一個要研究的是政治面 雖然我個人對政治 實在沒有什麼興趣 可是呢 為了股市 為了要分析股市 我只好呢 去研究一下政治 全世界的這些政治面 因為你不懂 不知道政治面的變化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知道 經濟的走向 我想個最簡單的例子 國民黨當政跟民進黨當政的時候 政策會不會改變 一定會改變嘛 政策一定會改變 政策的改變 跟你的經濟的走向 就會跟著改變 所以呢 一定要先研究政治面 這個那麼呢 我們在之前告訴大家 因為呢 現在全世界呢 都已經慢慢的 從民主政治改成 轉變到民粹政治了 所以我之前就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講 一個大時代來了 大時代來了 看到沒有 大時代來了 大時代來的時候呢 它會有劇烈的震盪 所以呢 我們呢 一定要記住 你不可以做個 隨波逐流的水草 要做掌握時代的舵手 怎麼說呢 很簡單一個道理 就是說 你不能說 跟著大家盲從 大家說什麼 你就跟著什麼 我們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一次呢 川普當選 全世界所有人都講說 哇 大利空啊 你看他當選的那一天 亞洲股市是不是跌得 嘻嘻嘻嘻嘻嘻的 哇 跌得嘻嘻嘻 是不是 結果呢 當天晚上 美國股市大漲 結果大家一看 哇 傻眼了 不但傻眼一天 傻眼了九天 傻眼了八天 對不起 傻眼八天 怎麼說傻眼八天呢 S&P500指數 還有這個兩天的指數呢 都一樣 都出現了連續上漲 八天到九天的一個走勢 那所以呢 之前你如果說 看著這個盤勢很壞 很悲觀 這個川普當選了 你如果受到 這些美國的主流媒體的洗腦的話 那麼你當然是認為說 是大利空啊 可是呢 人家真的是利空嗎 結果人家是利多啊 所以我才講說 絕對不可以當水波逐流的水草 要當這個掌握住 時代脈動的剁手 那麼呢 所以呢 我們再看 還有一個呢 這個族群 是呢 在過去一年裡面 幾乎都沒有動 然後呢 最近開始呢 有一點動 叫做什麼 叫做跟陸股連結的ETF 有沒有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在11月16號的時候 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提到這ETF 當時呢 我們還有跟大家講過 連結入股的ETF 包括誰啊 保護生啊 FH護生啊 護生RX啊 生100以及生中小 對不對 連結這些 那連結這些呢 其實呢 你要看 那這裡面有哪一個呢 是三大法人 所比較 比較這個關愛的 像譬如說呢 像是這個 那護生RX 他呢 在11月份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了 6萬9千張 而且不但如此呢 事實上呢 這些三大法人呢 在10月份 也買超了4萬張 所以呢 兩個月加起來 買超了 將近11萬張 那麼買超將近11萬張 那他的走勢是怎麼樣 那麼為什麼大家 這個三大法人要去買呢 為什麼我們在11月12號 跟大家介紹呢 因為很容易 很簡單一件事情嘛 因為呢 要不然就是呢 這個 這個今天 中國大陸要宣布深港通 要不然就下禮拜一嘛 就這兩天 要宣布 宣布這個深港通 好 那麼大家現在的眼光 都琢磨在哪裡 都琢磨在深港通 什麼時候通 第二個呢 就是說MSCI什麼時候 會把大陸A股呢 納入他們的 他們的這個成分股裡面 大家要關心這些事情 所以呢 他的這個股價呢 大家可能說 等他宣布了以後 我再來進場好了 或是怎麼樣 可是呢 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你一定要等到 他宣布了深港通 或者是這個MSCI 宣布了把這個大陸A股 納入他們的成分股裡面 你才要進去著手嗎 好 跟大家講一個 來看一下 我們台灣的股市 你知道今年呢 從1月3號到今天為止 收盤指數為止 你知道漲幅是多大嗎 8% 我們台灣股市 漲了8% 那你知道上陣中和指數 今年漲了多少嗎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月線圖 去年的12月31號 它收盤指數在3539點 收在這裡 今天在這裡 差不多在3210點這個附近 那麼呢 事實上它今年呢 沒有漲喔 它是跌幅是9.1% 好 中國大陸上陣中和指數的 跌幅是9.1% 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漲幅是8% 我們就算8%好了 小數點不要 那麼呢 一來一回是差了多少 17% 我們台灣的股市 今年的漲幅 還不算是很大的 我們看一下美國股市 哇那今年漲得更兇啊 好 我們現在假設 你今天你是巴菲特 各位投資朋友 不要網自菲薄說 哎呀我沒有錢 我沒他那麼有錢 你假設你是這麼有錢 要而且呢 或者是你要訂定個目標 我以後要跟巴菲特 一樣的有錢 那麼呢 你要怎麼做 今天你想想看 你如果是巴菲特 你如果是索羅斯的話 你會買誰的股票 你會去買美國的股市嗎 還是要買中國大陸的股票 一來一回差 中國大陸股市跟美國股市 一來一回差了將近20% 你會去買 去追高美國股市嗎 當然你如果做短線的話 或許 可是你今天要把你自己 想成是索羅斯哦 想成是這個巴菲特哦 那你會去買哪裡的 前一陣子報紙有登過 媒體有報導過 那個索羅斯呢 他把黃金啊 什麼都賣掉 跑去呢 買什麼 買中國大陸的ETF 所以呢 我們在這邊 再次跟大家講 看一下 滬深2X的ETF 有沒有 我們當時有講過 它一個收斂三角形 為期42週 43週的一個收斂三角形呢 都已經突破了 突破之後呢 它會不會因為呢 這個深港通呢 說不定它延期宣布 說不定它延期開通 會不會因為開通 延期開通而開始下跌呢 下跌很好啊 下跌有什麼不好的 對不對 OK好 那我們看一下 它今天呢 盤中已經創新高了 那我們就看一下呢 它接下來呢 到底什麼時候宣布 那你是要等它宣布以後 才進場嗎 當然就會很辛苦了 對不對 那剛才呢 我們講過了 這個今天呢 最強勢的是誰 最強勢的金融股嘛 金融股帶動這個盤勢上來 又要不是金融股強 那麼今天的大盤要收紅 困難度會很高 所以呢 大家看一下 我們在之前跟大家講過 每一個呢 我們的同業們 大家都在喊什麼股 小型股 為什麼喊小型股呢 因為小型股好喊嘛 喊一喊 一個人買一張就上去了嘛 對不對 可是呢 大家為什麼不喊大牛股呢 喊不動啊 是不是 可是呢 各位投資朋友 在過去 從今年的10月15號開始 一直到現在 一個多月的期間內 大家看到沒有 喊得動大牛股的 全台灣喊得動大牛股的 只有我 只有我喊得動 是不是 從一開始的 這個 紅海 然後呢 中鋼 然後呢 富邦金 我們看一下 金融相關類股 這個也是我們在之前呢 很早就開始跟大家介紹了 是不是 將兩禮拜介紹了 富邦金 國泰金 元大金 趙豐金 中壽 這幾檔股票 那這幾檔股票呢 你可以看 11月份呢 三大法人的買超 富邦金買了很多 然後國泰金 更不用講 國泰金買了差不多 10萬張了 10萬張了 好 那麼呢 趙豐金也買了6萬張 中壽也買了6萬張 所以呢 這一些的股票呢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呢 像富邦金 我們在上個禮拜一 跟大家介紹之後 立刻大漲 立刻大漲 漲了之後呢 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 這一些的 這個紅棒 是三大法人的買超 灰色的是賣超 我們一介紹之後 三大法人 一起來幫我們抬轎子 我要謝謝我們的好朋友 誰是我們的好朋友呢 三大法人 各位投資朋友 你不是我的好朋友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不忍心 來幫 來請你們 來幫我們抬轎 所以呢 不是好朋友 真正的好朋友 是會來幫我們抬轎子的 那誰是我們的好朋友呢 三大法人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交朋友 要交有力氣的朋友 是不是 我們要交呢 像是三大法人 這種朋友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認識 三大法人呢 你有沒有跟三大法人 交到朋友 他願不願意 來幫你抬轎子呢 你如果 一直在感叹說 哎呀 每次都是 我們在幫 三大法人 抬轎子 三大法人 什麼時候 來幫我們 抬轎子呢 你如果每天都在 活在這種怨叹之中 你想要擺脫這種 教夫的命運的話 沒有關係 跟著我們一起來 跟著我們一起來 因為我們講過了 全台灣 對於喊得動 大牛骨的人 只有誰 只有我 所以讓我們 一起來呢 做三大法人 幫我們抬轎子 聽起來 好像呢 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呢 你試試看 你就知道了 那麼我們講過了 之前講過了 因為十一月 是感恩節的歲月 所以呢 感恩十一月 我們天天有驚喜 那今天呢 送給大家什麼驚喜呢 就是天天開心 三六五 那麼輕鬆賺 賺輕鬆 勤賞阿坦 探勤賞 還是一個 短天期的方案 讓我們很快的 就能夠 勤賞阿坦 探勤賞 那麼呢 你如果想要了解 內容的話 請等一下撥打 等一下廣告 其中的電話 好 好 先去勇林兄 快樂向前行 要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現場 台股12月 法人台教 小尖兵 華信頭顧 李老師 11月26號 禮拜六演講會 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高雄 免費報名專線 0809 089 588 0809 089 588 588 888 還有這個 有小小的不要用 我都用 鋼營燒健力膠原 補充對的膠原蛋白 很重要喔 鋼營燒健力膠原 還有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即六大營養素 一貼一包 給你全方位 行動力補給 康世美 屈城市 信醫 Momo 電電購及各大通路 熱銷販售中 請指名建力膠原 鋼營燒健力膠原 付出给力 还不美丽 立即拨打 0800 002 888 别犹豫 赶紧加入 五光十色的绚丽魔法 将引领我们再次回归 到这找到幻笑 奇想 一起找回心中的一个小小魔法师 2016 新北市欢乐耶诞城 好的行动保养 从现在开始 将为人生建立交援 付出给力 还不美丽 立即拨打 0800 002 888 讯息混乱 看不清房市买卖点 勇庆iplus智慧经纪人 结合勇庆快搜APP 专业及时服务如影随形 虚实整合 服务不间断 因为勇庆更加圆满 勇庆iplus智慧经纪人 欢迎你也加一 来进门度个假吧 让心休息片刻 斩脚遇见幸福 金门 好心情 欢迎锁定快乐向前行 那么在今天台北股市表现部分的话 上涨了32点来到9041点 量620亿元 除了刚刚在勇林兄部分提醒给大家 一些ETF 入股ETF的联动之外 还有哪些重点呢 OK 好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族群 应该不能说是一个族群 因为他们有个现象 就是说今天有很多 在最近以来 在今年以来 跌幅跌得很深的股票 今天都出现了强劲的反弹 像是譬如说3234的光环 有没有 这档股票 今天盘中的时候 大家一看 真是绝地逢生 死而复生 然后跌得这么深 然后今天你看拉到涨停板 真的拉到涨停板 OK 好 那么因为这档股票 我们在之前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过 并没有详细的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就跳过 为什么跳过呢 其实大家注意看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有没有跟大家讲 跌升的生计股 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跟大家介绍的都是跌升的股票 为什么会介绍跌升的股票呢 因为我们觉得 他们差不多该反弹了 像生计股里面呢 云城 中域 这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跟大家介绍的股票 云城 中域 环瑞一 义泰 跟立峰 KY 为什么介绍这几档呢 因为他们的平均跌幅 真的相当深 大家看到没有 云城在今年的一个波段的跌幅 40% 然后中域跌了23% 环瑞一不得了 跌了69% 将近7成 义泰跌了31% 立峰跌了66%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义泰这档股票 为什么不介绍环瑞一呢 因为呢 胜之不悟 这个会被人家讲话的 为什么说 这个介绍环瑞一会被人家讲话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 环瑞一呢 礼拜五已经涨停了 今天又跳空涨停 那么呢 我跟人家不一样 我今天呢 如果说这个跟大家讲说 我上礼拜五 已经不好意思讲这档股票了 本来我们在盘中 在选股的时候 我就选到这一档 然后呢 他竟然拉了涨停板了 很不够意思 我说他不够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好歹等我讲完了以后 你再拉到涨停嘛 是不是 结果呢 他礼拜五就拉到涨停 所以我们就把他跳过了 今天他又跳空涨停 我更把他跳过 因为呢 我们不占这种便宜的 不占这种便宜 这个股票呢 一档股票呢 这个横空出事 出来说 我们明明在之前没有介绍过 然后呢 看他涨停板了 马上呢 我们手上有这档股票 我们不干这种事的 好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介绍液态 液态至少他还没有开始起涨嘛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在上个礼拜五 介绍液态的时候 跟大家提了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这档股票到底是已经见底了呢 还是准备要见鬼了 那么呢 大家听起来 觉得很讨厌 对不对 可是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他打出一个底部 再打出一个向底部的形态 然后再拉回 好 现在拉回来呢 他到底是准备做一个右肩呢 这里是左肩 他准备做右肩呢 还是因为他还没有突破 这个下降趋势轨道线 所以呢 他要再拉回来 再打第二只脚 或者是再来破底 对不对 到底是怎么样呢 那投资朋友要注意一下 那这档股票是不是呢 有机会呢 跟这个环瑞一样的 也来给大家一个大惊喜呢 这个是值得观察 好 那然后呢 我们在上里面 也有跟大家介绍什么 跌生的车电股 车电股 那跌生的车电股里面 包括了茂连 茂连这档股票 大家还记不记得 茂连KY 茂连KY 那这档股票呢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不要再空了 我们先说 这个布局避险空单 后来它跌下来 我们跟大家讲说 不要再空了 结果它反弹 反弹起来再创新低 结果呢 它这一波呢 跌了30 将近32% 核大跌了35% 建林跌了33% 胡连跌的算少的16% 同志呢 跌了44% 将近45% OK 这一些跌生的 像是呢 茂连 核大 以及呢 建林 还有呢 同志 这几档股票呢 他们是不是有反弹的契机呢 让我们看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像是以这个核大来讲 核大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有人说它不好吗 有人说它不好 一定会出门 一定会被打 你知道吗 为什么 你眼睛瞎了吗 你没有看到人家的业绩 成长的多大的幅度的成长 好得不得了 结果呢 在好得不得了的时候 它的股价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到这里 跌到111块 那么呢 现在呢 它在这边横向的盘整 它横向盘整 到底是呢 见底了呢 已经见底了呢 还是要见鬼 各位投资朋友 你猜得出来吗 你手上有没有核大 你手上有没有呢 车电概念股呢 那当然 今天还有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真的很好玩 真的是 我觉得我真的是很爱这档股票 为什么呢 你看它活泼啊 多么的活泼的一档股票 高价股耶 高价股这么活泼 真的很少见 对不对 我们当初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要布局避险空单 虽然它的业绩很好 可是要布局 结果呢 它一跌21% 然后呢 反弹起来 我们跟大家讲说 可以回补了 结果它立刻拉两只长虹出来反弹 然后呢 我们说 我们在这边提出疑问 就是说 它到底是已经要准备见底了吗 还是呢 准备要开始冲上去呢 结果它不啰嗦 第二天来一个长黑 跌停板 现在呢 它又上来了 投资朋友 你看得懂这档股票吗 如果你看得懂 你跟我们一样的话 能够在这边 跟大家讲说 布局避险空单 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可以回补了 结果它立刻反弹 如果你能够跟我们一样 掌握住它的节奏的话 好不好玩 一定会觉得很好玩嘛 对不对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好玩呢 因为你不会做 所以你才觉得很难做 各位投资朋友 没有不好做的盘 只有呢 不会做的股票 所以在股市里面 我跟大家讲 要赚钱 真的并不是这么的难 只要你看得懂他们的节奏 只要你懂得法人的心思 你能够抓得住 法人呢 尤其是外资 他们操作的节奏的话 那么呢 你在股市里面 要成为赢家 真的一点都不难 问题就在这里 你要怎么抓得住 法人的心思 你要怎么抓得住 外资操作的节奏呢 那么呢 除了在股市里面 要有这个足够的资历之外 更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跟这些法人相处过 你一定要待过这个位置 你在里面一定要有朋友 你才知道 他们的想法到底是怎么样 对不对 不然的话 每天在那边瞎猜 也猜不出来的 好 另外呢 翔硕这档股票 今天呢 有没有很强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说 这档股票布局避险空单 一跌 跌了12% 之后我们请大家回补了之后 哇 他没有再创低了 是不是 好 联雅也一样 联雅呢 刚才我们讲的 光环今天很强 对不对 联雅跟他们一国的 联雅也是 这一波跌了56% 当时呢 整个市场一片看好 我跟你讲说 快跑 赶快跑 结果他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 创新低的时候 市场一片看坏 我就跟你讲说 不要太悲观 因为呢 他准备开始要反弹了 结果他真的反弹了 然后他的好朋友呢 这个光环呢 今天也一样强力的反弹 各位投资朋友 你想要掌握住 股市的节奏吗 你想要叫法人来 帮你抬轿吗 感恩11月 天天有惊喜 我们今天呢 给大家的是 天天开心365 听伤阿坦 探听伤 短天期的方案 送给你 好 非常谢谢勇林兄 快乐向天行 感谢你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回了 到晚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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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